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选育 筛选里面选育出来的这种西洋芹的芹菜 特别大 特别肥 但是它跟原本的汉芹 也就是我们东方吃的芹菜 种类是一样 都是属于散型花科 只是它选育之后变得比较肥壮 肥大而已 跟鸡的品种是一样 选育之后 肉鸡跟一般的鸡 它就会产生了形态和颜色上面的差异 今天我们选择的就是这个西洋芹菜 不过芹菜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故事了 咱们今天不再讲故事 我们来提醒一下吃芹菜该注意什么事情 老婆 我想跟你请教一个小小的事情 这几年都会公布农药残留最高的相关蔬果种类 永远排在前三名的大概有哪三个老婆 你要不要猜猜猜看 芹菜吗 芹菜一定是其中一个 大条 你也有 还有小白菜 我来跟大家报告 基本上排在前三名的都是 豌豆 芹菜 萝卜 其实也就是冬天大家会吃的东西 你看豌豆 芹菜 萝卜 不就是现在我们在市场上最容易见到特别便宜的吗 再来跑出来的就是节球白菜 要不就是辣椒了 包含美国 FDA公布他们常常排在前面 农药材料特别高的 芹菜也是在里面 所以在吃芹菜的时候很多人不在意它 为什么 因为都是小配角嘛 除非拿那个小芹菜拿来炒 你会把芹菜当作主角之外 要不然就是切一些花撒在那个汤或者是根上面 要不然就像我们直接做凉拌 看起来包装的漂漂亮亮 我们买的西洋芹不都包的好好的吗 但是别忘记了 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它是农药残留前几名都 这半夜要怎么洗呢 我只有一个想法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洗好之后再切开 可是又很难因为它中间不是夹杂一些泥土吗 你非得切开之后再洗 就只有一个事 不要泡着洗洗的时候用流水冲把它多洗几遍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植物纤维也就是维管素特别粗 你如果把它泡在水里面它反而会把泡出来的农药吸到它里面去 所以这方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另外吃芹菜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芹菜它的营养素跟其他的 芹菜有那么一点差异它是属于高甲高纤维素的植物 高甲有什么好处呢甲就能利尿利尿就能什么 降血压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胜功能不良的人 吃甲离子过高的食物就要跟医师讨论之后才去确定能不能食用 还有吃多少用量 另外一个高纤维的植物老婆有什么好处 排便 第一个排便第二个有饱负感 第三个就是什么 有减肥的功效 那西洋芹和中国那种小芹菜 在营养成本上有什么差异呢老婆要不要猜一看 哪一种热量比较高如果要减肥到底是选西洋芹比较好还是选那个小芹菜好 黑刚好相反西洋芹菜的热量比较低100公克不大概的10到12大卡吧 但是一般中国芹菜就我们常见到那种小芹菜 它的热量会到50大卡左右大概4到5倍喔 虽然都不高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异 另外一个我们讲它维生素C和β胡萝卜素的含量特别高所以有抗氧化的效果 如果想要吃它来发挥一点抗氧化的效果到底是吃小芹菜好还是吃西洋芹好 小芹菜完全正确小芹菜的抗氧化效果也就是维生素C和β胡萝卜素的含量 大概是西洋芹的50倍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纯粹为了吃减肥吃开心吃那个海面的 西洋芹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是希望有一点抗氧化的效果 那搞不好吃中国那种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的小芹菜 效果会更好 好了话不多说赶紧把时间交给老婆来分享今天这道非常好吃的凉拌细心 上 大家好我是义努姐 先来处理我们这个西洋芹 因为西洋芹它的这个纤维真的很粗 你这样子剥开看就知道 如果你这样熬开 然后你这样拉 一条一条的 这个好像可以当牙线 因为它的纤维太粗了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你就这样处理 就是 抓着尾巴 你这样子削就很好削了 把它这个纤维刨掉 要尽量 连背面能刨的 像旁边这边能刨的 我们都尽量把它刨干净 然后你不要舍不得 你就尽量刨 你如果只刨一点点的话 它上面那个纤维还是留在那边 所以刨个两层 其实基本上没有问题 好的 这个 就先这样子 把它刨一刨 好不容易还留这么多牙线在这里 等下吃完东西还可以剃 如果有荣耀残留还能刨进来 这个切面 这一节 通常我们就会把它切掉 因为在洗的过程中 有可能把那些洗出来的水 又把它吸回去了 对 然后切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切 先切这样子 一段大概是五公分的长短 那我们切的时候就这样子 我们就直接把它 切成丝 但你看像它这样子 其实这样子的口感还OK 也不用太细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 像这个结的这个地方 像这个就不要了 后面我们也是把它切一下 都切好以后 我们就把它泡在水里面 这样子 等一下它 也会比较脆口一些 对 再来这个辣椒已经洗干净了 我们先这样子 把它 这样切 比较好切 切点辣椒湿 配个颜色 而且如果想要 过完年减点肥啊 西洋芹不是 热量低吗 高鲜 再来这个辣椒有辣椒素 它也会 帮助燃烧热量 加速新陈代谢 这个辣椒丝也是一样 把它切成这样细丝 然后一样泡到水里头 对 看起来特别喜气啊 也是比较漂亮 对 这些就都先泡在水里 接下来我们处理蒜头 切一些蒜末 嗯 这个好像吃了也是辣辣热的 对 可是芹菜其实蛮好吃的 对呀 吃起来很香 而且这种大的芹菜 它吃起来带一点甜味 嗯 味道蛮好的 其实我们在吃西方的那个 杯子沙拉的时候 好像里面三根 就会其中有一根 芹菜 胡萝卜棒 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 小黄瓜棒 小黄瓜就是之前的那个 王瓶啊 对对对 那时候很红耶 然后就是 一个高脚杯 专一条 小黄瓜红萝卜 西洋芹 超好吃 放冰箱 现在我们来调一个酱汁 酱汁的话 我用的是白醋 这个白醋我就用一汤匙 然后香油呢 大概来个半汤匙 然后我们再给它一点点盐 我觉得凉拌菜这个香油真的很重要 对 盐巴 然后一些糖 糖 带点甜味 对 那我这边还加一点点味精 不喜欢你就不要加就好了 都可以 那这个我们就尽量把它 拌匀 至少把它拌到融解 对 反正要融化 现在把这个 芹菜这些 把它水分尽量 把它抖掉 抖掉 好 接着放到这个碗里头 嗯 现在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酱汁 进来 OK 然后把它稍微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颜色看起来还蛮清爽的 对 就是很干净 然后闻起来也很清爽 这最主要还是要吃西洋芹的那个甜味 对 那我们这样就准备试吃 好嘞 装盘 上桌 抗通棚 20块钱 上大菜 清清爽爽 一道凉菜不开火就上桌了 其实闻起来特别香 有点蒜头和那个白醋的香味 咱们赶紧来尝尝看 好脆 所以也不要切太细 就是有一点脆口的 吃起来就酸酸了 特别清爽 就发现芹菜其实好好吃 这种大的西洋气 有点香味 但是味道不会太重 就很像当归的淡淡的香味 我喜欢翻下面 刚好泡在那个汁里面的出来吃 它的酸味更重 嗯 对 那就是那个刨 它那一层丝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把它刨干净一点 不然你边吃还在那边拉丝 感觉是 很扫兴 还真挺好吃的 酸酸脆脆 我觉得这道菜还是加点蒜头末 比较像 东方的口味 我觉得这是过完年后的减肥料理 过年真的吃太多东西了 很好吃 它跟一般的香菜 或者是凉菜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本身的这个 芹菜带有特殊的味道 其它的凉菜你在凉拌过程中 基本上它食物的原味 会被调味给压下去 这倒不会 它本身还包有一些芹菜的味道 如果你喜欢吃芹菜 这玩意还真的挺不错的 好勒 20块钱 抗通膨上大菜 轻轻松松 蔬食小料理 凉拌稀奇 咱们下回见 拜拜